欢迎继续收睇要财财经历 来到发达赶场的环节 先介绍我生命的嘉宾 就来自我们要财政娟 研究部副经理直耀辉先生 Stan你好 看看现在港股的表现 恒生指数现在跌200点 继20817点 国企指数跌152点 继11552点 成家暂时有89亿 期指方面跌288点 继20834点 家庭观众陈小姐的电话在旁边 先听一下电话 喂 陈小姐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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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换那些2233 是什么会进去 现在可不可以注意 好 西部水栏是不是 是 什么价位进去 现在跌2.6% 做1.49 和Stanley谈谈 早前西部水栏上升了很多 琴力 一枝大洋竹 升了上来 亦是表现最好的水栏股 现在的追入 会不会高追了一点 老实说 你看到它昨天 真的挺威衰的 你看到它的股价 由过三这些水平 升了上过半 以水栏股来计 基本上都是以 以昨天来计 可以说是西部水栏 可以说是最飙青的股份 大致不过 你会看到它的股价 为何以昨天会比得这么厉害呢 都可以看回 本身的股价 都可以说是一种水栏股 可以说是比较比较 就是个案来计 可以说是比较比较差的一种 实际上 你看回水栏版化 看昨天的时间 都最主要 在受惠度 一些内地方面 可能有些手指房 一些贷款方面 亦有些放松 大家有个下意识地想到 就是说 内地可能有些防地产政策 可能有机会为了调整 而连带之下 已经内防股升了上来 水栏版化也是一样的 再加上来 在内地方面 亦有些现场下降 这方面 可能会在之后的时间 可能会加大 所以水栏股 这个版化 昨天是有个比较大的 刺激状 但只不过你会见到 本身 所谓你的行业 是今年的 上半年这段时间 而会面对着 产能个性 和行业本身 都受到比较多的问题 尤其是之前的时间 不断说到 一些关于摊税 即是环保税 一些措施 之后的时间 亦是混连着这个版化的表现 再加上来 西部水栏本身 其实在公司本身 在中国西部的发展 其实不是不好的 但问题是 西部可以说 在水栏的行业 是一个比较 产能过程比较严重的地区 所以在持有时间 在行业整合方面 其实在当地上 会相当显著 但问题是 西部水栏本身 我觉得 可能是竞争上 我觉得似乎 就不够 所以前景方面 我自己就觉得 是比较一般 所以如果你是想在水栏股 西部水栏 我觉得不是我首選 但你看到股价方面 暂时看 你见到股价 在过半位置 在增持着 昨天来计 亦是一个比较大的 成交之余 也有一个大成交的支持 短期的走势上 似乎有机会 有机会 市场过路到这村民的位置 但只不过 直播空间 我觉得 一来不是那么大 二来 因为之前已经急升上来 所以你说 这些走势 今天升了一两天 我觉得都不出奇 但似乎 到过路这些位 就真的过了 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拼搏 我觉得 都先看目标 可能到过路这些水平 但如果你现价买的话 其实拼空间 真的不大 水位不够多了 那陈小姐好吗 好 好 多谢你的电话 如果买谷咪是怎样 谷咪 谷咪是493 是吗 是 那你还没买货 好 好 都是很相同 昨天 一样是一个大阳烛 又升了上来 那国美又怎样看呢 其实已经升穿了一百天线 现在走势应该怎么分析呢 其实整体的表现上 其实都可以和西户出来差不多 因为都是 股价都是低残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看这段时间 其实本身国美 都可以在大概是过八至两元这个 即是国际的区间 之前是在整固的 昨天有一个大颈突破 而今天暂时可以说 在两个一毫半这位 就要紧得穩 而初步 如果以一个技术上看的话 股价我都觉得是时间 不排除可能有机会 推出两个四楼的水平的位置 所以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我觉得两个二楼下 都可以考虑一下 但就一定要严格看着两元这个位置 因为一旦跌穿两元这个位置 如果看图表上 跌穿两元 可能有机会再回复之前的走势 即是一个过八 只要两元这个区间 可能做一些横行的拉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这个直播率似乎 似乎是比较高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一下 先看两个四楼 这个位置 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位 好 多谢陈小姐的电话 再听家庭观众李小姐的电话 李小姐是否电话在哪里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 我前两天高追了 4.24 现在是否只剩4.1 好吗 好 我看到好像没什么人买 好 853微創医疗 是吗 是 好 现在做4.1 问一下Stanley的意见 4.2毫 差不多4.2 楼上买 现在是否应该 如果短刷的话 是否应该见势息不对 立刻走了 课好呢 我想都是因为之前 炒开一些医疗用品股 所以可能 家庭观众可能都高追了 事实上 你看看医疗 好像微創这类的公司 医疗的版化 本身是做一些医疗用品的设备 你看回内地方面 医疗改革 或者看十二五里面 对于医疗设备的行业 都可以说是 在某条路上 都是受了一些 就是 为及它这方面的发展 但是看回前景方面 看回近的走退方面 似乎都是 充高完之后 都开始回落 当然 你看到豪辈上的话 你会看到它仍然 都是守住一个 短期的上升轨 所以较关键的水平 就要留意 大概是40.5%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说之后的时间 跌穿了这个位置 跌穿了4.2.5%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叫我们叫上升轨 下方这个支持位的话 可能有意味着 就是它的升轨 可能有机会 已经是那段落了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拿着货 我想都可以 我建议 先设置指示位 大概4.5-4.5% 这位置的水平 跌穿了这位置 再考虑指示 但是如果你看到前景上 其实我觉得 医疗板块 起来的时间 应该都会有个 比较理想的表现 所以如果你本身来计 可能是比较中线的部署 我建议不妨先拿着 但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先计下4元 在指示位置 李小姐好吗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电话 拜拜 看看港股的表现 越跌越多 跌216点 最近20802点 国企指数跌176点 最近11529点 成家暂时有115亿 你觉得港股今天跌是关于CPI数据市 还是说昨天急升得多 今天有个回吐呢 始终港股升到上21000点 这个位置 其实似乎真的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 始终你见港股在之前的时间 累积升得比较多 其次就是211这个位置 其实之前的时间 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阻力 所以你看到之前几次 其实都是突破不了这个比较大的 比较关键的水平 所以你说今天就可能趁着 内地公布的CPI数据 就叫做比预期高 虽然我觉得其实也是合理 但问题是 可能在这个消息的拖累之下 就有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但是初步看 港股的势头 其实就真的不是叫做差的 特别是你见到近日的升势里面 亦都配合着比较理想的成交 所以我预计回你说 港股去到现在20500 甚至乎 就是比较20600多这位置 我觉得都有个比较大的支持 所以从后市来算 暂时都看它临手 比如说现在10天线 20600多这位置的水平先 如果收得住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后市仍有机会 可能在21000点附近 可能有些拉脚先 等到一些外围的情况 例如是稀债 或者在内地方面 有些放水的行动之后 不怕再港股 可能有机会再充高 可能再尝试一些 比较加高的水平 好 今天看内地 1月份的CPI 同比上涨了4.5% 而1月份的PPI数据 就上涨了0.7% 食品价格方面 就涨了10.5% 看内地上值指数最新的表现 跌近8点 最近2338点 跌幅0.300 而护心300指数 跌近8点 最近2519点 跌幅0.33% 另外深圳城市 跌近31点 最近9526点 我们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待会再和Stanley谈谈谈 看现在港股期指方面 跌近276点 最近20847点 高水价22点 成交量已接近2万张 待会再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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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